我們是會盡全力去阻止這個一帶一路的獎學金 這個獲款的通過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這次我們反對有很多的原因 其中一個就是我們看不到這件事有一個這麼大的急避性 因為其實在這個一帶一路的獎學金提出來的時候 這個獲款提交到上現在要趕著 甚至乎可能在公務員加薪的問題之前就要去做 這個做法其實是究竟滿足甚麼呢 因為我們如果要用這筆錢的話 現在只能夠用在印尼 印尼這個獎學金就會是明年才用得到 你現在通過 明年通過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為甚麼這麼急要做這件事呢 我們完全看不到的理由 第二 這筆錢現在第一年 最多用到就是120萬 因為人家有10個行額 120萬 但是現在他申請一個是10億的基金 來做這件事 而我們也要留意到 這個基金是一個專款專用的基金 這個基金是一個專用的基金 這筆錢是否可以用在第二處 如果第一年產生三千多四千萬的利息 你其實可以用的錢只是100億 即是剩下的低的錢 其實要繼續在一帶一路那裡洗下去 這種款項的運用 我們其實完全不明白有什麼智慧在這裏 第二個問題就是 剛才阿希都說了 我們對於香港本身的教育 現在還有這麼多需要 是要去用錢的情況下 有什麼理由這麼急要拿10億 我在立法會都說過 我們究竟何時見過 局長這麼急切 是要爭取10億為改進教育的 幾年來我都沒見過 但是在一帶一路裡頭 他就這麼急去申請 這個我們完全明白的優先次序是怎麼擺 我們現在很多學生是想入香港的大學入不了 我們有很多學生在香港讀大學 讀副學士讀學士 但是在自資院校那裏 什麼一身的學債 他們得到的資助是零 為什麼我們對自己的學生 是我們的年輕人 是這樣對待他們呢 這個是我們不明白的地方 還有就是現在的程序 現在的程序呢 教育事務委員會 是仲未有一個正式的表態的機會 如果按照正式的程序呢 應該是在教育事務委員會那裏 是拿到的支持 然後才上去財務委員會的 如果現在貿然在財務委員會闖關的話 這個不單是一個離譜的做法 還是不合程序的做法 所以我們會堅決反對這個撥款